微信总是提示空间不足,怎么办? 手机微信提示空间不足时,通常也说明手机存储空间不足,需要进行清理。 咱们可以分两步走,先清理微信,再清理手机内存,双管齐下,跟着喵科大叔一起来操作一下吧。 首先,打开手机微信,点击我,点击设置,选择通用,点击选择存储空间,这时候系统会开始计算微信已占用的空间。 等待片刻,结果出来后,你可以看到,站大头的主要是缓存和聊天记录,还有一些其他数据。 点击右边的按钮,可以对缓存和聊天记录进行更精细的管理,比如缓存明细包含了你在使用小程序、公众号、朋友圈、视频号等功能时产生的数据,可以酌情删除。 而对于聊天记录,如果你不想一个个去查看、筛选,那么可以先选择备份到电脑里,再来删除一些不常用或不再需要的聊天记录。 这样相对来说更稳妥一些。 完成微信清理后,你可以继续打开手机里的安全软件,或者利用手机自带的清理工具,进一步清理手机内存。 以安卓手机为例,找到并打开文件管理,一般会在一个叫做工具箱的文件夹内,打开后在里面找到空间清理之类的选项。 等待系统扫描完成,选择一键放心清理,或者选择手动清理。 清理完毕后,手机会多出几个G甚至几十个G的空间。 但是,只要你持续使用手机和微信,这些数据还是会慢慢增多,不会永远消失。 因此,除了定期清理微信和手机存储空间,定期备份微信数据,你还可以在微信设置中选择通用,进入照片。 视频和文件关闭自动下载和保存到系统相册选项,以减少存储空间的占用。